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另外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今集我要很小心才行 一来比较敏感一点 二来牵涉到我六节目的其中一个宗旨 说些什么呢? 话说近期有一个非常非常红的YouTube Channel 拿了粉红细一的MV出来玩 一路播出,玩什么呢? 逗不笑 搞到粉红细一的粉丝非常高兴 说要退订 脱粉 搞到很大件事 搞到这个Channel 跪低,出道歉声明 但早前Ben Sir 出了一个post 他说 娱乐圈为了观众提供笑料 引观众发笑 艺人互相取笑 例如盧海鹏、廖偉雄模仿罗文 张国荣、徐小讽 斗观众发笑 从来没需要向被模仿明星及其歌迷道歉 带出了一个问题 艺人其实可不可以拿来笑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网上一个留言区就知道 有多少人每天用这件事来发泄 来打发你的时间 就是串一下艺人 见到不喜欢的那些 写两句 骂两句 甚至乎很苛刻的东西 也会有 为什么大家在网上 那么容易发泄 那么容易留言 笑 骂一些未必是艺人的任何人 试想一下 平日我们在街上 我们不会 因为我不喜欢见到个人 或者穿衣服不漂亮 或者我听到他说一句说话 如果我不合听的话 我就会冲上去 就是串他去骂他 是不会做的 除非精神有问题 但在网上 我看到这个人的留言 不合我听的话 我就立刻在下面 很多人都会 寫一句说话 就是串一下他 见到个明星穿衣服不漂亮 我就在下面留言 见到一个很不喜欢的人 做任何事都好 都要在下面 不断追着他去骂他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网上 大家都不知我是哪一个 但在街上 不是 我是兜口兜面 整个人冻在那里 出样子 所以 很多人一上网 就完全没有底线 但今次有个Case 不同 就是说 这个YouTube Channel 他们是很有名的 他们是公开自己身份 公开做一集的节目 就是用艺人来取笑 并不是隐藏自己身份 甚至乎 这件事 是他们的工作 即是不是说 他耻笑其他人 是他们的工作 而是拍片制节目 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不是没有人认识的 他们是很高收入的 一个YouTube Channel 之前我看过KOL 他公布了一些KOL Youtuber的收入 说到他们 他们有三万多元 应该是每个月 但是三万多元 并不是港元 是算美金 三万多元美金 简单点成百 大家都算得到 还要 他拿来笑粉红细一 这一条片的点击 去到多少呢? 是超过了五百万 五百万 并不是像别人的MV 那样 去下广告 做很多应援的东西 而是真的放上YouTube 大家因为这件事 冲过去去看 当然 里面会有一些粉红细一的粉丝 有些是YouTube Channel 的粉丝 甚至乎是一些 很不喜欢粉红细一的人 上去上面 大家一起吃花生 所以就选到这一条片 去到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 继继的广告分成 更加和味 你说他们拍这一集 其实有没有预计到 这些效果呢? 一定有 若果不是 怎样会做 差了你够不够胆做 起码他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不够胆玩的时候 才可以做 我们这些 做这些 死得 我想给粉红细一些粉丝 一人一句 已经炸爆了我这个频道 所以我很相信 他预计了 会有粉红细的粉丝 过来罵他们 乘机可以炒热的热度 也可以加大那一集的Hit Rate 从而可以在里面 赚到更多的广告分成 但是为何到最后 他们要跪下 要道歉呢? 这一个 我觉得是有点 想不通的 是不是真的害怕呢? 我不觉得需要害怕 或者以他们的知名度 甚至乎 以他们那么懂得 在互联网上生存 营运一个Channel的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做这件事的 不过每一个举动的话 其实都有可能是 部署下一个动作 例如今次 虽然出现了一个退订潮 很多粉红细的粉丝 说 因为你这样玩我偶像的话 于是我就不再订阅你的YouTube Channel 是不是很大影响呢? 我相信 最初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一大堆人 这样走出去 但是事实 并不是这样 过了一个星期 或者过了几天之后 其实这个YouTube Channel 订阅人数 反而是上升了 非天的东西 这一类蚊型的Channel 是绝对没有资格 跟别人的Channel 去比较的 但类似的情况 我自己也出现过 有两次 我想我开了这个Channel 即是转港TVB之后 都遇过大约两次 有人说要去退订 但是 两次给我的经验是怎样呢? 哦 刚刚开始的时候 头一两天 是走了少少人 是少少仔 因为本身我的Channel 都是只有少少人 走了之后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 就开始的人数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一路一路 升上来 是可以遇到之前 走了的那些 之余 还可以再多些 为什么呢? 我自己看的时候 通常来看这个Channel 未必是我自己的 OK 对听对讲 或者就算他未必 全部话题 都遇到自己的 一个道德标准 或者要求都好 大致上都OK的时候 自然会吸引到人 继续看 继续听 订阅 订阅 但去到一个 topic 可能触动到你的底线 的时候 很生气 于是乎 你就会退订 自然会 退订潮 走了一段 人 但是 还有更多人 是未接触过这个Channel 就是因为这个话题 反而吸引到他们 反而觉得OK 对听 可能之前旧有的节目 未必对他们听 但起码这一集节目 可以满足到他们的要求 看完之后又很爽 他会期望 未来会有些类似 或者方向的新节目 去订出来 所以很自然 虽然说他有退订潮 但同时间 亦都可以吸引到 其他未听过 未看过 未接触过 这个Channel 的新用户 会加入订阅 所以我自己估计 如果真的计算过 其实这个Channel 做这一集节目 根本就不担心 会不会出现所谓的退订潮 玩得的话 他就已经预计了 他会放弃了一批 这个偶像 即粉红细一的 超级粉丝 他已经预计了 不过 这个题目 他亦都会相信 亦都预计到 可以吸纳到 更多 不喜欢粉红细一的人 可以进去订阅 就这样 炒热 500万 点击 大哥 你自己承受到 那个月的收入就好 所以 艺人可不可以拿来笑 在互联网的经济里 艺人可以拿来笑 甚至有些Channel 或者做法 一定要拿来笑 只要你自己 到底想不想做这个方向 想不想走这一条路 当然 拿来笑和模仿 其实是两件事 所以我都不太认同 Ben Sir所说的 以前的艺人 甚至于《欢乐今宵》 模仿一些歌星 艺人 都会哄大家 观众一等尝笑 但出发是如何 正如使出发点 和现在 純粹用一个MV 可看到我们是否能不吝啬 是否要不吝啬 是两方面 两种心态 《欢乐今宵》 真的模仿一个人 在一起玩 当然 更不用计的 如果是很小器的艺人 以及反映过激的粉丝 純粹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无相大雅的 但如果真的用一个艺人 用此笑的角度去做的话 就看看每个人的操守 你的频道到底想走哪个方向 就像吸烟那样 谁人都知道吸烟是不健康 是不好的 但还有人吸烟 还有人不吸烟 你要拗这个问题 拗一世都没有答案 若果仍然是人包了 预复了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套件 硬加上去的选项 其实是不应该无底线 被人耻笑 被人踐踏 但现实是避不开的 是否因为用这个 作为藉口的理由 就觉得藝人就可以笑呢 反而这件事 我觉得是有少少斟酌的余地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给我另一个频道 是者让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非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替非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云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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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